坐地鐵,廣州都可以去到沙面 現在試一下選擇D出口,看看效果如何 D出口,黃沙大道,很清楚 由這裏出去,D出口,嘟嘟 進來是一個商場,有一個牌子 在那裏出口,黃沙大道,和黃沙碼頭,沙面 這裏就沒錯了 不是上一層 出口,見到一個很大的商場和住宅 好有型,目標我們要走對面一個島 用沙沖成的島,現在去找路 走出這個商場,經過一個很大的花圃 繼續向前走,就會見到一條天橋 這條天橋就是會過去隔了河的沙面 原來這條花圃是這麼漂亮的 廣場,一路還有很多商店 如果你不走商店的話 在這裏看得出,F出口來到這條天橋 這條天橋就近很多了 剛才上來的,跟著走上去 就過對面沙面 已經看到,是過沙面那條行人橋了 這裏是最接近地鐵口 進去沙面那條橋來的 這裏有一大個商場,是專門買藥草的 有興趣可以來這裏拍攝 先看看橋的邊邊 就是這條橋,就是隔開了 現在鏡頭後面,就是廣州自己的地方 過來這邊,就是領事館那些另類高級人士 以前專門住的地方 另外一邊,看這個河道 就寬一點了 現在還有一些公安車 專門守一些特別重要的屋嶼旁邊 這裏出的位置是珠江 主的河道 現在這條小的河道 是做了這個沙面分隔線 上這個河道上面 我想這個也是經過修理的 再重修 看出去 沙面中治直班室 一來就來到沙面北街 隨便看 都是一些很有歷史性的房屋 我想是不可以隨便動 或者拆,改動 我先向右手邊走 來到對面馬路 很快就有一幅這麼漂亮的圖 介紹了整個沙面 現在過橋 我們去右手邊 看看如何 右手邊,即是沙面大街 從這裏走進去 有一個炮桌 曾經在鴉片戰爭時 有些炮發過炮 在江邊才會見到 看這裏已經有一座 很有歷史性的建築物 先看看資料 現在仍然是一間貿易公司 這裏都用了一些特定的門牌 寫得清清楚 這裏就看得更清楚了 另外一邊看 都是這麼漂亮的 整個是半個圓形 這裏就是 看出去是珠江來的 很漂亮的一間大廈 有些石在裏 可能是藉著某些東西 休市政 工程管理中心 和隧道開發公司 這裏就有兩條街的 走下來 一條長的街 就是沙面大街第一條 再下一點就有另外一條街 現在試試走沙面大街 打完都是老房子的 這間都有一百幾十年 一看就知道這裏建築 另一格 旁邊做了一間茶室 黏茶翠 這個是沙面大街 六十八號 果然沒有看錯 原來這間是蘇聯 駐廣州的領事館 和商務的辦事處 難怪都知道 這麼有特色 八號走過來 現在這裏做了個微型消防站 那在一些一座一座的中間 有一條是中間通道的 咦又可以行車又可以行人 這些小街 那叫做五號街 那這間是曾經做過太和洋行 現在就似乎做回普通的住宅 那那個舞台仔都挺有的 這樣才有家 這樓呢 這樓呢 是現在游了 有幾個顏色的 這裏是旁邊的那間 是三面大街 那在中間呢 原來有一個 是這麼漂亮的公園 那是這些居住環境 去哪裡找呢 隔了很遠才有對面 是另外的大廈 那有一個花園 涼亭 很悠閒 這個六十四號 就做了一個藝術中心 進去看看找不找到東西看 很多民族食彩的東西 大大小小的環議 很精彩 古老的東西也有 五代的都不少 挺吸引的 很多種類可以選擇 設影公司 也會想拍一些婚紗照片 是有專人幫你的設計去做的 很近 對面又有另外一間 都可以做這些服務 很多是穿不同的衣服 化妝攝影 也有一個吸引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藝術展覽中心 平時喝茶的桌子是很嚴肅的 但這張做了很多不同的雕塑 別有心思 做得很好 有一個特別的室 專門接待VIP才進來的 真的很多精品 智偉先生的作品很特別 美國政府頒一個油畫大師的稱號給他 通常很少頒給華人的 江東傳話家的作品 曾經在羅浮宮展出的 離開這個藝術中心 過來隔離這一座 你就覺得奇怪了 鎖鎖得多 原來這裡是鎖老人家的 老人家可以在這裡 六下二號 唐老服務中心 又去看看 是其中一個房間 這是山上的屋子 好像回到去 後面有一個大樓上樓梯 警務室過來 另外一座大樓 應該剛剛翻身過 相當地靚 來到教堂 老德聖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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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教堂 聖武堂 俠武堂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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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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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聖母更有趣